南投首座大型亲子工容公园 民间乡亲子生态园区 日前正式启用 活动中也结合宪政感恩加年华会 展现多元宪政成果 议长何胜丰及多位议员 也亲自到场共享盛举 并感谢林县长在七年来 对于南投县的付出与用心 在我们何议长 潘虎议长是37位议员 全力的协助同意支持之下 我们预算 就全部的审查通过 议长他是认为 县政府能够筹筹出来的经费 我们民意代表把它散掉 对南投县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所以他就呼吁我们所有议员 县政府编的预算 我们全数给他通过 能够让县政府发挥 我们的基层建设 乡亲需求的重大建设 才能够一一的实现 民间庆子生态园区结合景观 生态亲子油气功能 是县府动制588万元进行打造 其中最显眼的更是巨型溜滑梯 对此 议长何胜峰也表示 南投县能有一座大型亲子公园 能够让民众在放假之余 席家带卷一起来游玩 也代表议会感谢县府团队的用心 提供一个优质的亲子公园 我们南投县有这么好的亲子公园 跟我们南投县有法度 假设带孩子来走走 实在是管政府 我们所有的团队 大家的努力 而且我也代表 这次庆子公园启用后 大受民众欢迎 大小朋友都玩得乐开怀 对此 林心长也表示 想来感谢何一长 及潘副一长 及议会三次七位议员的支持 让预算全数审查通过 使本县各项建策发展能够顺利完成 未来也会持续努力 让南投县持续进步 记得乡君民间采访报导